大家好,今天这条视频咱们还是谈一下小血液牡丹花的技法 这个在我以前的视频里面谈过好几次,咱们今天就不说的那么详细了 因为也没有什么新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就点击头像进入我的个人主页里面 找一个合集里面,他有以前的视频,你结合在一块看就行了 今天就不说的那么详细,大概说一下,也没有什么新东西 看过的朋友呢,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我待会他这个基本形体啊,他就像一个碗放在碟子上 一个小碗放在一个碟子上 他基本形体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把它说的复杂一点呢 他就像一套碗,大碗小碗落重别在一块,放在一落盘子上 木杂花的形体就是这样的,咱们在画的时候呢,你就分组画 尤其是一些刚接触的朋友,上来没有头绪 没有头绪怎么办,你就分组画 调颜色不重要,这个在以前的视频里面说过,你就按正常的调就行了 太白色调熟红,想要深一点呢,就调一点胭脂色 这个三种色就可以了 然后画的时候分组画,立起来的前边,立起来的后边,侧边 然后向外展开的花瓣,咱们一组一组画 先画这个立起来的前面啊,就是这个,对于这朵花而言 它是竹井,咱们先画它 这一部分呢,通常在色彩上处理的颜色浅一些 第一笔我的习惯呢,是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肘心,这个花的肘心 是这样的,第一笔就按照这个肘心走 有了一个方向,后面呢,就根据这个方向来就行了 大笔小笔交错着画 前景 侧面的花瓣画的窄一点,长一点 笔上颜色淡了,就直接把它翻过来画,就行 现在,有了前景的这一组 笔上没有水分了,你就多少蘸点水分 不是水蘸点水分,你就多少蘸点水,然后再挑色 在这个过程呢,你就很自由的,随时的加 加水,加色就行了 加水的时候就注意一点,就是说 你不要把这个笔一下处到你的 水域里边 笔到浅峰部分 或者笔根去水域里边 轻轻的点一下,站一下就行了 前半部分的,前景的这些 因为透视关系 变得正对着 观众的这一部分呢 把笔放放躺了 把笔躺下来 这样 一下,往后面拖一点 下去,拖一点 就行 这样它就画出来 把它 大的小的组合在一块 它就是这个折叠 不是折叠,是这个 因为透视关系 它 变化的地方 然后继续 这个等会儿要 让它 在纸面上稍微平一下 融合一会儿 再加这个 加重 现在先不要加重 现在太实了 你加重的话 加重的话 它就 融合得太厉害 下边呢,这个形体就出来了 这个 这个是 碗的部分 就是说 咱们像个碗一样 放在里边 这个就是碟子的部分 再来点白 再来点白 要画这个展开的大花瓣 就是 咱们说的这个 碟子的部分 就外边就自由了 你这个重色画在里边 可以 重色画在外边也可以 这个 都是很自由的东西 你基本的形体结构在 基本的形体结构在 你后边的 它就画起来 它就自由了多了 然后加花芯的 加花芯的时候 你笔上的白 刚才已经用过了 这时候我们不加白 直接挑重颜色 浓度要稍微高一点 至少要比你画的这个 前景花瓣的浓度要高 现在咱们就画它 画芯里面 瓦瓦这个小瓦瓦 进去的地方 你就随便画 这个你画画的是这种朝向的 你的瓦瓦也要保持这个朝向 你不能瓦瓦拧到一边去 那就不合适 这些直接压的地方 你别管它 它等会儿自己 它在紫面上一个自然的融合 剩化 它一个自然的过程 出来之后它就很好看 你就不用管它 填后面的 大块的花瓣 这个时候 笔上要有一丁的水分 要不然你的笔也就推不开 要上重色 把笔尖调一点腌制色 往这里面添大花瓣 浓度很高的 颜值色 刻画一下小层次 这个小层次你就随意刻画 这些小层次你随意刻画 它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你这些朝向 这些小尖尖的朝向要 它有一个向心性 就是说 这些小尖尖的朝向都是朝着花心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用管 其他的你就不用追究的那么细致 大概像个花就行 然后这几个小半呢 感觉有点碎了 咱们把笔放下去 走得慢一点 我用的这个纸是这个 是这个卷桩生圈 就是一大卷的圈纸 很便宜的纸 很便宜的纸 作为平常练习的话 这个纸都很可以 现在呢 刚才是加了一点鼠红 点了一下暂停 加了一点鼠红 因为鼠红颜色没有了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因为有水分 水分太白和这个胭脂色 干了之后它会有一点那个 很暗淡的这种胭脂色的 偏紫色 偏紫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又 挤了一点鼠红 把它给 遮一下 很暗淡的这种紫 红紫色呢 多了不好 这个时候 比较用一点点 胭脂色 浓度要高 浓度要高 几乎就 不用水了 就是纯胭脂色 在这个花瓣折叠的缝隙 躺着 点一下 让这个重色进去 这个重色表示的是这个花瓣交叠在一块 最小的那个缝隙 这样就行了 现在花头的造型咱们就搞定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 笔上是这种胭脂色 你要加水的话 再调太白出来 它就是那种 很灰的 偏紫的颜色 所以笔要稍微涮一下 涮一下 来点太白色 调这种很浅很浅的 粉红色 像这个开口 如果你觉得不好了 你就把它给堵上 其他的就是那 以此类退啊 你觉得哪里不好了 你就给它点一点 然后是刚才 这个往后是一个加深的过程 加深加重的过程 前面呢 咱们可以用 笔尖调一点太白色 给它提一下 都是可以的 这没有什么 不管是西洋绘画 还是咱们传统的绘画 它尤其是这个写一块 它都是很自由的 你不要觉得那个 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白的 刚点上去的时候 感觉很跳 你不用管它 它等会儿和下面的粉 下面你前边画的颜色 融合之后呢 它又没有那么亮 它就好看 这个是一朵牡丹花的过程 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进行 画叶子呢 叶子是这 咱们今天用墨画了 我不想调色了 咱就用墨画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植物呢 植物呢 各种植物 尤其是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植物 它因为都要需要阳光进行光和作用呢 所以呢 它必然是枝叶展开来吸收太阳 太阳光的能量进行光和作用的 所以呢 总体上一棵树 叶子 一部分叶子 它都是一个散的形状 是不是这个道理 比如说咱们画的简笔画里面的 咱们给小朋友画简笔画 这是表示一棵树 然后呢 这样的 树形非常圆的这种呢 可能是果树类的 就是结果子的这些树 树形通常比较圆一点 咱们见的树形不圆的 那是 为了产量人工修剪了 它这都是一组 一小组一小组的叶子 组合在一块 树是一个 形成了一个树 它的总体的形状 都是一个散型的 只不过是说呢 这个散型开合的这个大小不同 那么咱们知道了这个基本的原理之后呢 你画叶子 你就把它当作一把一把撑开的小伞就行了 这是散饼 这上面呢 一把撑开的小伞 把它看出 这是伞的骨架 一片一片的 把它这个一片一片的 你就把它当成叶子就可以了 这是一部分 然后后边一部分 然后那边呢 因为透视关系 变得窄窄的一条 你就把它表现的窄窄的一条 就行了 这一片叶子呢 第二片叶子呢 也是啊 你把这个透视关系扭一点 都没有关系 它这个散型 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散型 你有 你知道这个道理了 你就画叶子 你就 有一个脉络可循 当然了 再写一块这个叶子 写一块这个叶子 你不要去想这些东西 那有的朋友就可能就纳闷了 你又说要这样画 这样理解 又说你画的时候不要想 它是 它这个辩证关系在哪呢 就是说 你画的时候 你要是心里想着啊 我要是把这个 一组两组的叶子 画得像一 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 那这样呢 你画的时候就太理性 咱们写一块写一块嘛 你不管大写一小写一 你画的太理性了 它就不好看 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原理就行了 但是你画的时候不要去想它 你就 凭着你的心里边的创作激情 创作热情 和你平常的这种经验积累 大胆的去画它就行了 这两个很尖啊 旁边这个你就不要画的那么尖了 画的远一点方一点 这个就可以让它撑出去啊 这个在咱们这个写一块上 这都是 果画范畴里面 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某一部分被 放的特别长 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计较 没有什么计较啊 点个碎下 破一下这个空白 这都可以 然后就 加个梗 这个梗 有浅白 是看不到的 从这出来 所以要 画的时候 你入纸的时候 要用一个虚入 这个 牡丹的杆啊 画成这样就画的 弧度就太圆了 牡丹杆 牡丹是木本的 往下这一部分呢 应该加一点顿挫 这样才合乎它的本意 前面这一根呢 你就当作是新出的杆就行 然后你就 再画叶子 把它给 画得完整就可以了 再画叶子 把它给画得完整 这条小叶 再个碎叶 让它 想象丰满起来 好了 这个咱们 画到这一步 这个形体就有了 咱们需要的东西呢 都出来了 够了就不画了 这个分量很重 咱们就让它 再画一点 让它 在分量上 稍微的 分布一下 调解一下 这个地方一靠呢 就感觉 它无形之中 就 分担了一部分重量 这两个点太平了 你把其中一个 延伸一下就行了 好了 这个画大面就行了 下来呢 就是干一点 点花蕊 然后勾液金就可以 如果你感觉这个 显示 现在这个显示 是可以的 不用动 可以的 如果你感觉不太温 你在这个地方 加一点 这样 走 这个地方 添凉个 这个地方添凉个 这个组织 它就感觉没有那么 力量上就 没有那么 选出了 这个台点啊 表示的是小圆 可画可不画 现在就是等干 点点花蕊 然后点这个 勾液麦就可以了 刚才在这个 等干的过程中 就加了一点 加了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 让它连住了 加了这个小叶片 这里加了小叶片 这个加这些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啊 这个是刚才 咱们这个地方 有兴趣 你就把视频倒回去看 这个地方的 枝子是一个尖尖的碱 很尖的一个小尖 不好看 所以把这个尖给打掉了 这个地方加一个呢 是这几个点 这几个椰子的点 高度 高度太相近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加了一下 加了一下就感觉好多了 这个呢 把这个地方 连住了 这个小空白 就把它完全围住了 这些地方 把这个小空白围住了 然后这个地方 它和它这个小空白 这 这两个形成这个密闭的围住的小空白呢 就让这一块 它在这个分量上就加重了 分量上加重了 但是它有这个空白的缝隙 所以这个看起来 还是很透 但是这一块就比刚才稳得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视频倒过来 倒过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阴开之后 和杆子接住了 就撑住它 这一条线 就把这 刚开始咱们画的这个竹杆就给撑住了 就感觉它能站得住 刚开始画的时候呢 它不那么站得住 好了 咱们再等它干一点 就开始给它 点花蕊 购液金就行 好 现在咱这个画就完成了 花蕊也点了 液金也勾上 勾这个液金的时候呢 你像我用的这种便宜纸 至少要等到它八九分干的时候 才能勾液金 要是品质好一点的宣纸 有个五六分干的时候 就可以勾了 勾液金是什么呢 哪一组叶子 或者说哪一片叶子最重 从哪一片叶子开始勾 这样勾出来之后呢 等它干了之后 如果重色上的不勾重呢 可以再加一点 比较好控制 好吧 这张画就画到这里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它这里边还是有一点弱层次 手机 手机里原来拍它就是乌黑的一块 实际上它是有层次的 这个表装之后 整体颜色会变得更浅一些 好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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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